大家好,又到了兄弟联10分钟加瓦系列课程的时间了 我是威哥 威哥在手,天下网友 大家好,我是小白 今天呢,我是我们的这个加瓦系列课程的第六讲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程序开发需要哪些步骤 OK,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课程大纲 那么这里呢,我们列出来两个小点 第一点呢,是我们对程序是怎么去理解的 这是要建立一个这样一个概念 为了我们以后写程序的时候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这个程序 第二点呢,是在加瓦开发这个程序里面 我们是分成这个三个步骤 这三个步骤分别是哪三个步骤 是吧,这个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 那后面呢,我们写程序的时候呢 大家去验证,是吧 这三个步骤具体是怎么做 OK,现在我们先了解一下 第一点,对程序的这个理解 小白啊,你对程序有没有这个概念是怎么理解的呢 威哥刚才对词的时候没有这个呀 你这突然间问我冷不定的,我也打不上来呀 又不威哥还是你可以讲讲吧 行,学一点吧,少年,好 好,那我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 实际上,程序这一词呢,是来源于生活 我们尽量去用贴近生活的方式去理解它 可能更容易让大家去接受 比较指的是,我们去完成某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要按照某种既定的方式 对吧,某种既定的方式 这样一个过程,那就是一个程序了 OK,就是一个程序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我们可以把程序看成啊 是比如说一系列你要完成这个动作的一个集合 就这个意思 那比如说我们去这个银行办理这个存款 是吧,存款这个业务 那么呢,你需要去先排号 对吧,然后取号完了以后排号 然后就排队是吧 排队完了,叫到号了,然后叫你 是吧,然后你到了这个窗 这个美眉前面是吧 然后呢,你就这个拿出你的卡 是吧,然后把钱交给他 他帮你存,然后各种签字 对吧,完了以后呢 他告诉你说,完成了 这就整个就是一个你要办理这个存款的一个程序 就走完了是吧,走完了你这个业务 你这个整个的这个钱就就存好了 对吧,这样一个意思 那再比如你去书店买书 对吧,你要先去到书店你要去挑书吧 是吧,你要选吧,先看一看吧 对吧,看完以后,哎,选到综艺的书 然后你就拿着他这个书 然后到那个收银台对吧 然后去交款对吧 交完一款你就拿走 哎,这就是你要也要走完这个程序 基本上大概都需要,大家都买书都需要走这个过程 对吧,再比如你来兄弟年学习 是吧,你现在交费 然后在这边经过5个月的艰苦,学习 最后呢,就顺利走上工作岗位 对吧,这也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等等等等,这都是这个程序这个概念的一个体现 你说要是比如说相亲的话,要先见面 对吧,再谈恋爱 最后结婚,这是一个程序吗 对,这比如说搭飞机 什么,搭飞机的搭 注意,搭飞机要先买票 再安检 最后登机 对,这也是一个程序是不是 对,比如说在足疗 要先泡 先泡再捏 最后按 这也是一个程序是不是 对 这样就理解了 我说啊,这个小白啊,这个这个节操都到哪里去了 节操这个东西离我很远很远的 真是这个一入这个球摆深入海啊 深是海啊 从此节操是路人啊 还是这个小心这个没有没有带好 让威哥操心了 没事,有威哥在手 天下我有 天下我有 嗯,OK 好,呃,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生活中理解这个程序这么想理解是吧 嗯,那我们再看这个对这个计算机编程语言来说 这个程序应该怎么样去规范啊 我们来看一下 呃,前面呢,我这里列出一句这个这个定义啊 呃,程序呢,我们来看一下 是为了实现特定目标或解决特定问题 而用计算机语言编写的这个命令序列的一个集合 嗯,这这特定目标,嗯,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呃,我要去足疗 嗯,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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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目标,哎,对,目标很明确 对,然后解决特定问题 就是说就比如说,呃,我最近压马路压的挺多 脚有点酸痛,啊,约会可以少少少少一点 啊,解决这个这个是特定的问题是不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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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呃,剩下的就是呃,先泡,嗯,再捏,嗯,最后按 嗯,嗯,这就是呃,命令序列的集合是吗 哎,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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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一下,呃,统,统一下来之后就是一个一个程序 对,对,对,就完成这三个步骤是吧 三个步骤,那么你整个这个足疗程序就完成了,啊,对吧,哎,这个脚也不酸了,是吧,是,腿也不疼了,腿也不疼了,啊,一口气上五楼,哎,不喘气了,哎,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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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麻麻香,啊,啊,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我就能理解了,嗯,哎,贝哥,嗯,你说,要是我们在实际开发,啊,实际开发当中啊,嗯,写程序的话,是不是也要按照这样的步骤一步一步的去写下去呢,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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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程序就是我们编写的,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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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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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用记事本方式来写都可以 那么写好这个文件 就是把一些你的命令的一个集合 就放在这个文件里面了 对不对 那么编写完了以后 我们需要进入第二步 第二步的步骤 就是编译的这样一个过程 编译的过程 刚才我们在介绍JDK的时候 我们也给大家讲过了 说有一个命令叫 加法C是吧 还记得 加法C这个命令 就是用来编译我们原文件程序的 我们通过这个编译以后 就会为我们生成一个 后缀为点class 这样一个字节码文件 对吧 一个字节码文件 那么这个字节码文件 就可以被我们这个运行环境 JIE里面的这个Java虚拟机 去解释运行了 去解释运行了 那就第三个步骤 就我们可以通过 使用这个Java这个命令 是吧 我们刚才用了JavaC 还有一个Java命令 对吧 Java命令就用来运行我们这个程序的 我们用这个Java命令 就可以让我们把这个字节码 然后进行 直接就是可以运行起来了 然后输出我们这个结果 那整个运行的过程 就是要通过JVM了 JVM 实际上Java命令 就是把我们的字节码 是不是要读到虚拟机里面去 对 虚拟机再通过解释 是吧 解释编译是吧 编译 然后编译成这个机器码 然后去运行在不同的操作系统平台 就这样一个三个 三个这样一个步骤 OK 好 那也就是说我们未来要写程序的时候 我们可能都需要经过这个三个步骤 必须要经过这个三个步骤 OK 好吧 大家先记住这三个步骤 然后后面我们再带领大家一起去完成 按照这三个步骤 然后去写一个这样一个程序来进行演示一下 OK 好 现在大家先记住这个三个步骤 对吧 OK 好 那么这一节里面呢 就简单的为大家这个介绍一下这个程序的这样一个概念 OK 希望大家有这样一个概念以后呢 那我们在后面写程序呢 就能够有这个这个比如说不会太迷茫 是吧 不会太迷茫 OK 好的 好 那我们这一讲里面呢 就讲这么多内容 那我们下一讲里面 继续为大家讲解 威哥在手 天下我有 下节见 再见